大家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 揭秘人生或不知道,乔夫对话皆是惊人的真相 教你如何避祸招福,人生如梦,福祸难撤 这是一条人们常说的治理名言 在人生的征服上,我们常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境和幸福 在这个波南壮阔的人生河流中 能够在是否存在一种方法能够在祸患来年的时候避免 而在福祉降临的时候迎接呢 这个问题就是乔夫和鱼人在鱼桥问对中所讨论的 乔夫询问鱼人如何能够成功的将鱼钓上来 引出了对生活中困难和幸福的思考 鱼人以他的渔业经验作为引玉 表达了一种看似简单实际,却深刻的人生的哲理 他告诉乔夫,成功钓鱼的关键是在于准备充分 需要有完整的鱼竿和鱼饵 如果一切工具齐备,却依然无法钓到鱼 那么就是天意所为 不可预测的外力的干扰 但如果工具没准备好,那就是人的问题 是未尽人力造成的 这简单的对话中包含了对人生灾祸的两种的理解 一是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 另一种是由自身造成的责任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人生的福祸常常是涉及于两种因素 这如同钓鱼者面对的挑战 首先,这些事情是我们无法预测和控制的 就像钓鱼中的天意,可能是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 他人的行为等,这些因素是我们难以左右的 我们只能尽力适应和应对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时常会有出乎不义的变化 如同风雨交加的海面 我们往往需要在波涛汹涌中保持冷静 适应自然的力量 其次,有一些事情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改变和影响的 就像鱼人强调的准备的充分 未尽人事,则不成 这是告诉我们,在能够掌控的范围内 要付出的努力 尽最大的可能去争取幸福和成功 就如同鱼人在垂钓之前精心准备鱼儿 选择适当的场所和时间 以及熟知鱼群的活动的规律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和智慧来取得的 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也需要像鱼人一样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明智的选择 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人生的旅途中时而会遭遇风浪的洗礼 时而会迎来阳光的温暖 面对那些我们无法左右的命运的变化 我们要学会接受和适应 如同鱼人在风雨中保持坚定的信念 面对那些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改变的事情 我们更要懂得奋发的向前 迎难而上 不畏艰险 正如鱼人在羞泳的海域中 依然能够熟练的昌空的船只 稳健的垂钓一般 我们也要保持内心的平静 坚韧不拔的追逐自己的梦想 所以人生就如同钓鱼过程的一样 既有无法左右的天命 又有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机会 在面对不可掌控的挑战的时候 保持淡定与坚韧 而在能够改变的范围内 通过勤奋和智慧去谱写自己的人生的篇章 这样无论是风雨还是晴天 我们都能够在人生的舞台上 全亮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生活中的祸谱 就如同于乔问队中的对话一般 常常因人而异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 找到一些普世的原则 在不可控制的困境面前 我们要学会接受和适应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而在能够掌控的方面 我们则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寻求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人们可以完全的摆脱灾祸的困扰 人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决定了我们无法事先预知一切 因此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我们需要具备坚韧不拔的品质 学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动方程 与此同时 避免俘获的方法 也包括对自身的行为的审慎的反思 在乔夫和愚人的对话中 愚人明确指出 如果工具没准备好 那就是人的问题 这是在强调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不可因懒惰 不作为 或者是飞烟了事 而导致困境的发生 因此 避免胡获的方法之一 就是积极主动的面对生活 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养 减少由于自身的原因 而导致的不幸 然而有时候即使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也无法完全的避免一些不幸的降临 这时我们需要学会接受生活的不完美 保持一颗平常心意 以更加理智和崇荣的态度去面对 灾祸难免会降临 但我们可以选择用坚韧和乐观的心态 来度过难关 重重吸取经验教学 让自己更加的成熟和坚强 人生的福获似乎总是 潜尝在无法完全掌控的因素 然而我们并非束手无策 通过积极的生活的态度 努力奋斗以及审慎的行为 我们能够增加幸福的可能性 减少灾祸的发生 这一点 潜尔和宇人的对话 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在这个对话中 一个重要的信念浮现 未尽人事 则事不成 潜尔和宇人的相互交流 皆是了一个争理 即使在我们能够左右的范围内 努力奋斗是一种取得幸福和成功的观念 就如同潜尔弗强调的那样 如果我们未尽全力的去做某事 那么成功的机会就会逐渐的减少 这种理念不仅适用于职业生涯 也贯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通过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们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 收获更丰富的成果 然而 人生不仅仅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正如侨夫和愚人对话中所暗示的那样 有些事情是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 就如同钓鱼石 天意难测 在这些无法左右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学会 接受和适应 生活就像是一场充满变数的冒险 我们需要在其中找到平衡点 用智慧和勇气去面对未知的未来 这样就要求我们具备一种灵活的心态 不被困扰于无法改变的事实 而是专注于我们所能够改变的事物上 总之而言 渔夫和愚人的对话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待人生的智慧 通过未尽人力 这事不成的理念 我们被唤醒 要为自己的目标和愿望而努力奋斗 然而 在面对那些我们无法左右的情况时 我们也要学会从容的接受 并以适应的态度去度过生命的波折 这样或许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旅途中 找到平衡与幸福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者是想法 请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